副总理黄寻才第一次以第四代领军人物的身份 在行动党党大会上发言 他表示新加坡政治竞争越来越激烈 接下来的大选将非常关键 不可以假设行动党一定会胜出 来看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黄寻才至此时说 国人已经习惯行动党执政超过60年 有民众希望国会有不同的意见 以及对执政党提出有效制衡 他说工人党已经是成熟的政治力量 上届大选工人党在三个选区胜出 在六个参选选区的得票总数 甚至比行动党高 我说我没有想到 黄勋才向党员保证会加倍努力 赢回失去的选区 他也呼吁行动党上下继续迎取国人的信任与支持 此外黄勋才也说 行动党必须克服国内外的重重挑战 全力维持新加坡社会的团结和信任 黄勋才希望接下来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 可以让不同背景的国人充分发挥潜能 在不确定的世界动荡局势中 加强保护弱势群体 以及加强本地社会的团结和责任感